主題是有關於抗血栓的藥物 抗血栓等下會來介紹 包括三個範圍 一個是專用在血小板跟血小板有關 第二個是靈血因子有關 第三個跟纖維碳板有關 再過來 就是講到直血栓的藥物 之後再來介紹抗皮血栓的藥物 我們來介紹 以後你們聽到 抗血小板的藥物 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血管受傷的時候 血小板會活化 會逃到受傷的組織那邊去 那所以的話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預防一個血栓的疾病 抗血小板 意思就是一支血小板活化的作用 第二個是Anticoagulant Coagulant是擬血的意思 那 以後你們聽到這個名字 Anticoagulant 就是有關於抗血因子的 有關於抗血因子的藥物 那 那 松波 那一體的又是 就是 血栓融解的藥物 血栓融解的藥物 那這類的藥物的話 最後在哪邊 最後在纖維蛋白方面 所以這邊 統稱一下 Anticoagulant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這個名詞 抗血栓的藥物 那是一個怎樣 比較大的名詞 其實它可以再包含這三大類的 這三小類的藥物 那等一下我們要介紹到這一類的藥物的時候 就是說它的作用比較強 那種 它直接把羞維蛋白留掉 所以 這個藥物的話 在臨場使用的時候 比較小心 就是有可能造成出血栓的病毒 那再過來的話 讓我們聽 你朋友那些 最好是 就是抗血栓 那個羞維蛋白 跟抑制羞維蛋白的藥物 這所有止血的藥物 再過來是抗瀕血的藥物 好 那我們 先來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講到藥物之前的話 一些簡單的生理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 因為等於 像講到後面的藥物的時候 各位才能夠比較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血管 我們血管受傷的時候 要怎麼反應 可以說 旁邊的羞維蛋 血管感受受受的作用 那我們血管受傷了 我們身體的反應 一個 血管會產生受受的作用 受受的作用 那第二個呢 反應 血小管會產生掉臨體反應 血小管會活化 血小管會從血液 responses 吸收受傷的組織裡面去 所以當我們身體而受的受傷 血小管會先活化 那血小管之後 要怎麼使用 我們體內有很多凝血因子 包括內在路徑、外在路徑 凝血因子活化之後 幫助凝血的反應 之後的話 纖維蛋白 就會複蓋在 受傷的組織上面 讓我們血塊的環塊更加困固 那可是我們人體 就是說雖然 受傷停止了 可是這樣 結痂組織在這邊 那我們怎樣 要把這些結痂的東西 把它去除掉 讓皮膚來洗濕 好 我們了解了這個凝血的反應 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所以先有人 血小法 活化 再有什麼凝血因子 內在路徑、外在路徑 那這樣的話 就來看到 我們身體 有哪些物質 有哪些物質 參與這個 止血的反應 靈血的反應 第一個是ADP ADP ADP為什麼 會活化 這個 這個 學小法 活化是個學小法 第二個是什麼 TSA2 TSA2是什麼 它全靈在這裡 雙共生 A2 它是一個強效的 血小法 一個活化 一個物質 一個物質 第三個是什麼 吳灰晶晶晶是什麼 吳灰晶晶是什麼 我們之前 這是誰都託戀他 誰都託戀他 誰都託戀的 絕名很長 有沒有 吳灰晶晶什麼 吳灰晶 有沒有 這簡稱吳灰晶 吳灰晶 所以的話 我們身體的話 有這三個物質 會活化我們的血小法 活化我們的血小法 所以等一下講到藥物的時候 跟這三個物質很有關係 好 那這三個都是促進 促進血小法的活化 那我們身體有什麼物質 是醫治血小法的活化 PGI2 PROGUNDIN PG是什麼 PROGUNDIN 血液腺素 I2 它本身這個可以講 抑制血小法的活化 所以等一下講到 不乾淨的時候 它不是抑制它的類似物 它的類似物就是 PGI2 跟PG1 這些的話 就可以直接抑制血小法的活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很重要 因為 等一下我們講到 抗血小法的腰味的話 就是根據這個人來講 它會有幾類 七大類 光一個血小法就七大類了 很好 沒辦法 這個就是 就是那麼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血管沒有受傷的時候 我們抑制 就交易蛋白 不會跟這個 GP是什麼 GALICOPORTIN 糖蛋白 糖蛋白的話 有EA 我們先來看糖 糖蛋白在我們血小法裡面 有哪些 有GALICOPORTIN EA 跟2A 這個reset 這是一個reset 這是一開始最終的reset 最終的reset 是哪裡 GALICOPORTIN 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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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VWF是什麼 VLBF 它也不會跟GALICOPORTIN EB反應 我們血管受傷的時候 都不會有作用 可是一旦 我們血管感受傷 它的菌就會跟GALICOPORTIN EA2A來結合 VLBF的話會跟EB來結合 之後 會讓我們身體裡面 血小反常跟活化的作用 從這邊開始講起 好 那我們看一下 COS-1 CALAGE 跟這個女生的結合之後 會讓我們體面 COS-1搶生 所以等一下的話 COS-1 你們之前在哪邊學過 有印象嗎 你們之前有沒有講到NC的 解惡症重劑 所以 選擇戰場界 我們講到COS-1跟COS-5 有啊 對不對 所以 參與 血小反活化是COS-1 COS-1 COS-1 跟COS-2沒有關係 所以等一下 像R4P0 就是最後在COS-1 好 那 它轉正COS-1 之後 會讓我們體面產生 TES-MA2 讓血小反活化的作用 好 那我們看看D類 好 2 是代表什麼意思 第二凝血因子 那A是代表什麼意思 Eccativity 就是活化的第二凝血因子 它除了參與凝血的 跟凝血因子有關以外 它也參與了怎樣 血小反活化的作用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 PAR 是 就是第二凝血因子 它結合了 結合了 所以在PAR-1 跟PAR-4 結合了之後一樣 產生COS-1 讓我們體面產生 TES-MA2 讓血小反活化 所以我們第一類就知道哪邊 好 第一類就先講到 看 我們現在 我們把最後一個步驟 那我們把最後一個步驟 血小反活化的 Recept 最後一個步驟 把它抑制掉 就可以抑制的怎樣 血小反活化 所以我們從最後的看起 好 那最後我們講到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的話 就跟什麼 第二凝血因子有關的Recept 我們把這個Recept 抑制掉 那就可以一樣 可以抑制掉血小反活化作用 好 這是最終改革變最破的步驟 最破的Recept 再過來是2A 第三個跟什麼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 上一早也有講過 有沒有 ADP 它是強效 就是它可以活化血小反一個物質 那ADP的Receptor 叫做什麼 P2Y1 P2Y12 NDP是一個物質 那ADP會跟它Receptor結合 它Receptor叫P2Y12 目前的話是P2Y12 一樣會讓我們的COS1 會讓血小反活化作用 這是第三個步驟 那第四個步驟是哪邊 我們剛剛講 5HT是什麼東西 Celo Tonic 有沒有 Celo Tonic 它一樣是會讓我們血小反活化的物質 那 我們之前在精神科的時候有講過 精神科用藥的時候有講過 Celo Tonic Celo Tonic 簡稱5HT 它的Receptor有幾種 5HT1 到5HT7 那今天跟你血因子有關 5HT A2 T2Y12 所以一樣 把這邊抑制掉 這個抑制血小反活化的作用 Q在哪邊 TSA2 剛剛我們前面講過 TSA2 它也是 活化血小反活一個很重要的物質 好 那再過來咧 我們體內的Cycle AMP 有很多作用 之後我們在 支氣管擴張劑的時候會提到 那下一次講到 那個治療新採取的壓力 跟Cycle AMP有關係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很多的功用 然後我們今天講到 分天血 您血功能有 血小反活化有關 那什麼作用 它直接就可以 抑制血小反活化 可是這樣 Cycle AMP會為什麼代謝掉 這個鎂代謝掉 波斯波蛋 這個鎂代謝掉 所以的話我們就是怎樣 如果能夠抑制這個鎂 那一樣就可以抑制這個血小反活化 就可以抑制血小反活化的作用 所以這個是第六個部分 那第七個在哪邊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ADT 這三個物質 ADT TSA2 它是活化我們血小反的作用 它直接 BGI2的話 它就直接給它 可以抑制血小反活化 所以等一下 等到第七類的時候 是它現在 類似物 這個了解之後 我們這一一來介紹 所以能夠了解 那講到腰之前 我們要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體內一個 免血因子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的話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第二免血因子 它在還沒有 產生活性之前 它叫什麼 有活性的叫做什麼 有沒有 有活性的以後叫第二 這個 又下降A 加activated 對不對 活化的 這個是還沒有活化之前 那像說 第一免血因子 我們後面 我會講到 叫Viporinogen 纖維蛋白 這是還沒有活性 如果已經有活性的話 叫Viporin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鈣離子 鈣離子 在我們身體 有很多的 生理的環境 那 一樣 它是我們第四個 鈴血因子 也會幫助我們 跟鈴血因子 都有 幫助我們 鈴血環境 那各位有沒有聽過 血友病 有 那血友病 是第幾個 鈴血因子 缺乏 第八 或是第九 那 第八型 第九型 會比較常見 第八型 是比較常見 所以 第八型 鈴血因子 叫抗血友病因子 好 那我們簡單講到這樣 因為 這些鈴血因子 有那麼多 看13種 我們今天就講這幾個 等一下後面 可能會講到的 一些 因子 我們先了解一下 好 這一張 你們聲音有沒有教過 應該有 可是 等眼睛 忘了差不多了 那我也不會從頭再講一次 好不好 我們就講重要的部分 左邊是什麼 內在路徑 它從第九因子 開始有沒有 第九因子 開始 然後 沒有活化的第九因子 變成活化的第九因子 然後它中間會有什麼 鈴血 該一直是地質 鈴血因子 剛剛都講過 這第四 鈴血因子 對不對 那我們不再細講 好 我們看這邊 APTT 它全名叫什麼 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因為等一下講到藥物 有一個藥物的話 要監測APTT 所以APTT 是跟內在路徑有關的 好 那我們再看看外在路徑 從第七鈴血因子 開始 對不對 好 內在外在之後 走到第幾 哪個最重要 共同走到第幾因子 第十鈴血因子 所以第十鈴血因子 這不重要 很重要 如果說我今天要研究一個藥物 可以抑制第十鈴血因子 可以抑制第十鈴血因子 效果好不好 很好 最後都走到這個路徑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前面剛剛講 好 好 再來看一下 VIPERIN LOGIN 是第幾鈴血因子 這個第一 它還沒有活性之群 有活性的變成VIPERIN 會先 先 我們身體會先 先 形成什麼 什麼東西 摩摩摩 單體 之後變成 多體 那這樣會 會互蓋在 互蓋在那個 傷口上面 交叉 交叉連結 互蓋在傷口上面 幫助我們血塊穩定 幫助血塊穩定 所以等下講到腰 都會用在第十鈴血因子 第二鈴血因子的時候 這幾個腰要特別記起來 這幾個腰是這幾年才研究出來 這樣烤皮的慢慢的會出現 所以 好 那我們再來講到VIPERIN 纖維蛋白 對不對 那 纖維蛋白 它 覆蓋在我們傷口交叉連結 之後 讓我們血塊能夠穩定下來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我們身體的話 有傷口的地方 我們要把傷口複解掉 我們要把傷口複解掉 Pasmynogen會轉成為Pasmyn 把這些纖維蛋白 分解掉 看傷口沒有恢復原來的樣子 這個結膠就不見了 那我們體內有 分泌一個物質叫TPA TPA 那全體是什麼 Tissue Pasmynogen Activator 這是我們人體 自己會分泌的物質 所以等一下我們後面來講到 現在基因重組的TPA的話 可以直接把這個血塊濃掉 像說 今天你心肌梗塞 那我們現在台灣因為健保的關係 就直接上到新導管 可是像說美國他們母眼非常廣大 醫學中心不是那麼多對不對 有些小 很偏遠的地方 沒有那些新導管 他們就要用想先把血塊濃掉 所以TPA的話 它濃血效果是最強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身體的血塊產生的疾病 血栓的疾病 Somboembolic Disorder 這是血栓的疾病 有哪些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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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靜脈 像我們常常聽到 Stroke是這種 中風 中風當然有會出血性 還有一個 那個 缺血性的 那這樣 中風的話 是跟 動脈有關的 再過來 冠心症 這個也是跟動脈有關 那PAD 是什麼東西 PAD 是Permifelal Arterine Delice 周邊的動脈疾病 這也是跟動脈有關 那跟靜脈有關 那跟靜脈有關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 像 深部的靜脈血栓 DVT Dip-N-Somphosis 深部的靜脈血栓 還有什麼 PE 就是Palmine embolin 肺酸塞 這些都是屬於靜脈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因為等一下 講到有些藥物的話 可能它只有對於靜脈血栓有效 那有些會對於PAD有效 所以要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介紹了 Nantiproactive抗血栓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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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PAD有效 水栓藥物 水栓藥物 血栓溶解的藥物 好 那 血栓瓣的分類 上血栓瓣 藥物的分類 分了幾類 七大類 這七大類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根據那 那七個步驟 來區分的 所以我們看到 紅色這個字 是什麼東西 Nantiproactive抗血栓藥物 因為這幾個步驟的話 它會活化 血栓藥物 所以我們要抑制它 那PAD有 它直接就有抑制血栓藥物的活化 那個活性 所以這樣 Nantiproactive抗血栓藥物 Nantiproactive抗血栓藥物 Galacoportine 以前稱為GP 2B3A 我們剛剛講過 Galacoportine 2B3A 是它最終的一個步驟 對不對 最終的步驟 所以最終的步驟把它抑制掉 就可以抑制這樣 血栓瓣的活化 那這個藥物 這類藥物有幾類 然後 然後三個藥物 RCCNAB Tirofibane Nantip V5 Vitabine這個藥物 三個藥物 要不要掉漆 要漆 為什麼 考試的時候有兩位考 怎麼考 夏列哪個藥物屬於這一類 或者說夏列藥物 哪一個藥物不屬於這一類 可能因為有三個嘛 那不是的話就是 不是這一類 所以可能會這樣考 那一樣 我們有把你們的考古題 都有放在數位學習裡面 各位有注意嗎 我已經把檔案放在上面了 等一下題目一樣,題目給各位看 我們上課也講過 跟考古題很類似的 站超一半 那其他上課講到的重點 站了一半 你不能只有光念考古題 是類似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你只有念考古題就不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CCMAP F2 RTi Teloviband 那 我們來講一下MAB Morotone Antibody MAB 以後你們看到MAB 就是那種單株抗體的意思 單株抗體 那這邊比較大半摔期 那白子的結合 要不要知道 不用知道那麼細 你只要把它記住 它在考古題 2B 放在這邊 大概大家也都知道 那一樣 講到後面的時候 藥物就越來越多 那手就亂掉了 沒關係,你們就把考古題 看一下 課堂上講過的重點 哪一個 這邊 放在這邊大概都知道 Bodic Equity Reset T-A-R-E-D 它是 第二寧血因子 作用的resetter 鬆病 那目前 在這個 腰 在臨場使用 還算是不多件 那我們看看目前的話 就有一個藥 Moropasa Moropasa 所以 你們目前只要把這個藥 記起來就好 這個藥目前還沒上市 那種 它自尾有一個 1555 表示這個 臨場試驗的時候 一個代號 這個藥還沒上市 所以目前上市只有這個藥 Morop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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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把它記住就是說 Portis Ecatevetic Receptant PAR 就是這個藥 就是這個藥 PAR 它是什麼 第二寧血因子的 作用的receptant 對不對 我們前面有沒有講過 你記得嗎 按照它這樣做 按照很重要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這是什麼 柔環2 P2寧血因子 A代表 Ecatevetic 佛化 P2寧血因子 最後的receptant 好 再過來 我們剛剛講過 ATP 它是一個 國化學校 很重要的物質 是不是 他ATP的receptant P 主要是什麼 P2Y12 對不對 P2Y1 或P2Y12 臨床上 那目前的話 臨床上大概P2Y12 所以考試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ATP Recept 有時候用什麼 P2Y12 這兩個都要記起來 很棒 好 那臨床上 目前的話 有哪兩個腰 這三個腰都已經有上市了 好 那我們先講到 P2Y12這個腰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還有Teclopidin這兩個腰 要記起來 這考試都會曾經考過 那P2Y12 那P2Y12 它有三名叫Plobis 那證書 你叫保酸通 那等一下 我們會來講到R-10P-1 R-10P-1 各位有印象 後面會來講到 R-10P-1有的護作用 是胃腸大會刺激 有些人吃了 肚子會不舒服 但R-10P-1 吃了 護作用 胃腸大會不舒服 或者產生過敏 就可以換成這個腰 O-P2Y12 R-10P-1 一顆健保價多少錢 大概40幾塊 很貴 很貴 那 健保規定就是說 你如果說 沒有做新導管 那你要怎樣 要吃 要先吃R-10P-1 吃了之後不舒服 也不適應 才可以改到這個樣 可是有錢人 他們就這樣寧願智慧 為什麼 因為他錢很多 沒有用完都變離場 對不對 所以要自己招錢來 所以這個腰 剛上市的時候 很多醫院 可能他一個月也就買了幾十萬 可是他被我扣的話 一個月將近五百萬 在醫院不是說 抽到一件就乘一 回推 乘一百倍 因為我是抽 抽藥 所以在回推 所以之前有個醫院 一個月就買幾十萬 被耳扣一個月 扣了四五百萬 所以 烤比特 現在的話就是說 R-10P-1 耐用 不適合使用的時候 可以用到這個藥 那我們再來講到 烤比特 也要記起來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藥 哪個比較少研究出來 這個藥 Declopidin 它比較早研究出來 而現在這個藥 你長上比較少用 什麼原因 等一下下一張再跟各位講 所以這兩個藥 醫院之前都有在用 那這個藥 在剛歸內有沒有 丟GR1 GR1 或GR1 都知道它屬於這類的藥物 那Declopidin 因為為什麼比較少藥 比較少藥 我們先講這兩種共同特性 兩個藥都會造成 雪小板低下子斑症 因為這個藥 會讓雪小板破壞掉 所以雪小板的生命 它的壽命就減懂了 就減懂了 就減懂了 那另外的話 Declopidin 為什麼比較少藥 它會產生一個 Nutral Panic 四中性白雪小 低下的藥物 呼作用 意思就是說 Declopidin 它使用一種 使用的話 它怎樣 呼作用會比較多一點 Covidin 它呼作比較少一點 這兩個藥物其實都是同一家廠商生產 那因為Declopidin有多作用 所以它又變化了這個藥物 這個藥物 好 這是你們考過的題目了 哪一個 哪一個 合理都不會有透過哪種 集長來抑制血小板 來降低血小板的活性 所以 ATP 我們剛剛講過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 只有記住 ATP Reset 你要記住 什麼 D2 我意思 對不對 ATP Reset 就是D2 我意思 對不對 下列 核種 抗血小板 您急要 比較容易產生 Nutral Panic 四中性白雪球低下 四中性白雪球低下 下列病人會怎麼樣 很容易產 對不對 哪個要 放在這邊 當然知道 Cropidin 好 那 這邊很多 我們只要是來講這個 Selotonin 在我們體面有很多生理的作用 更添血功能有關是 5HT2A 所以的話 5HT2A也是 跟它產生一個解康的作用 這樣就可以 抑制這個血小板有個活化 那目前使用的話 大概只有這兩個硬壓物 那這兩個硬壓物的話 平常這樣使用的話 都用在什麼地方 就像一般 坐邊動脈疾病 它是屬於動脈疾病 它屬於動脈疾病 B-10的 Degregation是什麼 間接性的補形 他也是屬於 周邊動脈疾病的一種 所以這兩個硬壓物的話 大概 目前是不用計 考試應該也不會考 因為這兩個硬壓物 他目前比較少用 所以目前考試不會考到那麼細 所以你只要知道他用來治療PAT就好 這個目前不會考到 那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兩個藥物 我們前面講過COS-1 還有另外一個銘叫什麼COS-2 跟解熱症 你們之前講到解熱症動機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阿拉伯東林開始的話 外長中文叫什麼 8373 他經過 8373這個銘 COS-1這個銘 會轉變PG2H2 然後再進一步 經由雙波申請CATS 轉變為什麼 TSA-2 那TSA-2我們剛才前面講過 它是一個活化學小板 很重要一個物質對不對 很重要一個物質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說 工藝是這個COS-1 就可以 抑制這種產生 TSA-2的產生 所以是R4P-Link 可以 那其他N-SET可不可以 我們看這一張 好 R4P-Link其他N-SET 其實其他N-SET 其實其他N-SET 也有類似的作用 類似的作用 可是其他N-SET 比較少用 R4P-Link 目前的話 用在抑制血小板的火化 火內要用幾mg 100mg 所以你們看到 以後去醫院去的話 R4P-Link做成100mg DG用就好了 它可以就可以 有抑制血小板的火性的作用 那這邊要去起來 它是最後N-SET 哪個沒有 COS-1 不是最後N-SET COS-2 那傳統是這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吃了之後R4P-Link 吃了味道怎麼樣 最後N-SET 最後N-SET 非常到位不舒服對不對 那後來研究只有 單獨最後N-SET 最後N-SET 哪些藥物 這麼多 像目前臨場上有在用 大概在2個腰 R5P-COS-2 COS-2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它字尾是什麼 COS-2 COS-2 那知道大家最用的是什麼 COS-2 所以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凝血主要跟COS-2有關 COS-2有關 關係不大 好 那這考試會不會考 我們會考 那我們給大家看考試怎麼考 好嗎 這樣大家就可以記住 好看一下 這是哪一個 答案是哪一個 我們要回答一下 C D哪變錯 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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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醫科 醫學系考的 這是醫科 NZ 何者教武 抑制學校版 領起的我姓 教武 有沒有看 COS-1跟COS-2 學校版領起跟什麼 比較有關 COS-1 跟COS-2比較沒關 那哪個屬於COS-2 自圍有什麼 COS-2 COS-2 這A 拿BORUS-10 NZ NZ 拿BORUS-10 拿BORUS-10 這幾個藥 都是NZ 的 它是 作用在COS-2 也會有作用 只有作用在COS-2 就不會影響到COS-1 就不會有胃腸在55的作用 所以就拿一個C 所以大家大概就知道 人家怎麼考 所以你 下次考試的時候 你就會踩得到 好不好 好 那我剛剛前面有講過 Cycle MP 在我們身體內 有很多功能 之後在 那個新摘疊的藥物的時候 會講到 資訊款擴張劑的時候 會講到 那今天的話 就講到 跟我們的 其實相反 火化有關 它本身就可以 一支血橋本的火化 那它會被什麼 代謝掉 PDE3 PDE FORCE-4 DIX 有沒有 把它代謝掉 那Cycle AP 會被PDU 把它代謝掉 所以的話 那 最終在 最終在 FORCE-4 DIX 比較專一的 結果最終在 PDE3 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藥物 叫洗 洗肉沙泡 這個一定要提起來 好不好 正經常上 它的證據等級是最高的 什麼最高 用來治療間接性脖型 接近機 我們剛才前面講過 它是屬於什麼疾病 PAD 周邊動脈疾病的一種類 這種病人 不能走遠路 走幾乎路 走幾乎路才會痛 那洗肉沙泡 它只有作用PDE3 像說 Diparitamo Mentosifinin 這兩個藥物 它比較沒有選擇性 可是不用記到那麼細 你就要記起來 作用在Fosfor-Di3 有三個藥物 洗肉沙泡 Diparitamo Mentosifinin 它是作用在 跟Fosfor-Di3 有關 好不好 那可以喔 其中最重要是這個藥物 洗肉沙泡 叫做Pleta 醫院有在用 它證據等級最高的喔 所以今天 屬於PAD的那個 間接性補習的病人 首選用藥就是這個藥 洗肉沙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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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藥物 那這個藥物 你要記一下 這個醫院 這個藥物 也有在用喔 靠血小板 一次血小板活化的藥物 剛剛講過 拆開P它本身就有 一次血小板活化的作用 它會被這個美太介紹 PTE就是Fosfor-Di3 這個類 所以一樣喔 這個 記起來就好 來 考慮大墨 它是跟Fosfor-Di3 那時候是跟沒有關係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第七類 我們前面講過 一到六都是活化 血小板 那Poskandine 本身就可以直接 一致血小板活化 所以 你看看 Nerol 這是Pcri-2 它可以抑制血小板活化 抑制 TSA 度的產生 而且能夠有血管 素腔的作用 好 所以的話 你們抄像 提炎女的擔憂 那個接接性 就是TAD 痘病 症壞的疾病 症病 症病 那所有TGI2以外,其實TGE1醫院也有在用 跟一樣,它可以多用在周邊動脈的疾病 也有讓血管整個疏瘦的情況 跟TGI2的話,作用是類似的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平常上 因為血小板,它活化的路徑有那麼多種 所以單獨作用在一個部位,它效果好不好 其實不適合,對不對 那如果說比較嚴重的疾病,也許的話 就要作用在兩個部位 所以兩個藥物併用的時候,它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就舉起兩個藥物 兩種情況 Cropytol-QA,我們剛剛也前面講過 它是作用在ADP的recept,對不對 P2Y12,對不對 那,要使用Cropytol-QA的話,通常要先用ADP,才可以用到Cropytol-QA 可是今天,你今天心肌梗塞了,去做心導管 所以做完心導管之後,健保局是允許你 健保署是允許你,兩個藥物併用 大概只會9個月 可以9個月 健保有提供的 所以今天,你今天做心導管,這兩個藥物併用 如果沒有做心導管,這兩個藥物併用 要先用ASP-LIN,才可以用Cropytol-QA 我將一隻血小管的,才可以一隻血小管的,給我父親才可以用到 那另外一個情況會跟什麼 ASP-LIN會跟什麼 DEPARIT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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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ITAMO,剛剛前面講過 它最後在哪邊 DEPARIT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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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這兩個用病,要用在什麼地方 如果病人有中風過 那預防他二度的中風的時候會來使用 我會用的時候 因為他因為血管會 他可能病人有些人,病人會頭痛 好,這就舉個這個例子 好,這是你們考的題目 考過的題目 現在何者不適,血小板凝起的一隻劑 哪個藥剛剛沒有提過 沒有啦,喔 挖髮鈴 那挖髮鈴 等一下我們要用時間來介紹 它是跟凝血因子有關 考試,常常考到 我們臨場使用的時候也要特別的小心 為什麼 這個藥物臨場上會用 可是他心致特別多 為什麼 跟很多藥物有交互作用 跟中草藥物也有交互作用 跟食物也有交互作用 綠色食物也有交互作用 那有人跟他不是不要用就好 但是不能不要用 還是要用 很麻煩 好 好 蝦藥物會抑制血小板火化的名字 哪一個東西 我們前面有講過 三個物質 三個物質 會火化 ATP PSA2 折套鈴 那哪個是一字 PG Protatin PGI2 就是 Poster Cycling 就是前列腺素的一種 PGI2 它直接就一字了 好 好 那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那個臨血因子講完再休息 因為這兩個部分講完 畫面就很快 畫面就很快 好 那我們講到臨血因子以前 我們對臨血因子要稍微 先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Vitamin K 有什麼作用 有止血的作用 有止血的作用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下 Vitamin K Dependent Cartin protein 跟Vitamin K 有關的一些 凝血的蛋白 有哪些 我們看一下 Coagulant protein 這是凝血的因子 2790 就是2790 跟Vitamin K 有關 有關 那我們身體裡面 自己會產生的 抗磷血的蛋白 有哪些 Potin C 跟Potin S 這兩個字 也是跟Vitamin K 有關 好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身體 凝血跟抗磷血的 其實兩個 正常的 是水分的狀態 不會出血 也不會血酸 而今天的話 你如果說抗磷血的 蛋白 Potin C Potin S 那活性增高了 那可能我們體內就會這樣 會有初血的反應 好 那今天的話 這張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部分 先整理在這邊 我的習慣先來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部分 跟依依來講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MAPALIN 很重要 很重要 民床上常用 考試也常常考 MAPALIN 它是 口服藥 先記起來 它是口服藥 它不是吃的 它不是用打針的 它是用吃的 我們用吃的 那它跟哪些 凝血因子有關 這個藥 跟Vitamin K 產生解抗的作用 它最後是跟MAPALIN K 產生解抗 那所以它 當MAPALIN過量的時候 可以用MAPALIN K 來當解抗劑 解毒劑 其實解毒劑 現在 學這個名字不太好 有些比較習慣用反轉劑 好 所以的話 畫法 跟哪些 凝血因子有關 它會抑制 2790 所以 四個因子 跟 Vitamin K 有關 那我剛剛前面有沒有講過 內在路徑 外在路徑 最後都跟跑去 地幾 凝血因子 地幾 凝血因子 是不是第一次 所以的話 直接能夠抑制 第十凝血因子的話 就可以加 抑制這個凝血的反應 對不對 HATALIN 有沒有聽過 換成之後叫什麼 HATALIN SU 又叫做 HATALIN 未分化的甘素 為什麼 因為它分子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的話 後來改良了 RO-QA HATALIN 低分子量的甘素 那等一下我們再比較一下 HATALIN跟 RO-QA HATALIN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地幾凝血因子 第四 第四 那我們 仔細看一下 這些人 亞烏的自偽有什麼 叫做 RB SABEN 女波羅SABEN 自偽有什麼 SABEN 各位我們注意到 X X跟這個 第十凝血因子 這個 好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所以 考測的時候 問題是最後在 第十凝血因子 你就直接看一下 X的 這個就是最後在 第十凝血因子 好 這就是送分底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熊病 是第幾凝血因子 一樣 有沒有 內在路 境外在路 跑到第十之後 熊病也很重要 熊病是第幾凝血因子 第二 對 它是魔化障害 第二凝血因子 沒有魔化障害 就是什麼 PRO熊病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腰 TAPICAL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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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注意到 它字尾有什麼 TAPICALTRAIN GA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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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 有些沒有 像TAPICALTRAIN的話 它是水質素 那個水質 有沒有看過 下雨天的時候會倒出來 實在實體 那等一下有個影片給各位看 有些當然有國家 有些歐洲國家也有水治療 用水質來治療 因為他們發現 它水是 就是最後在第二年期 把它改 基因種族之後 用在那裡走 好 挖法隆 我們剛才講過 等一下講到 這個挖法隆特性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記住 那我們再看 這個挖法隆 在 還沒研究出來以前 我們就先發現 讓一個藥 這樣 TAPICALTRAIN 它半摔期比較長 所以的話 沒辦法應用到臨場 這個你們要不要記一下 好像也要記 為什麼你們考試曾經考過 所以再來知道一下 TAPICALTRAIN 跟挖法隆的差別 因為它的半摔期比較長 好 那我們簡單一下 挖法隆怎麼來的 因為在1920年的時候 一個農夫就發現奇怪 它的牛 就出血死掉了 然後就看看它有沒有外傷 像有沒有熊攻擊它 也沒有 其實這麼奇怪 在美國北部加拿大的地方 當1920年 21年的時候 發現 原來這些牛 是一個發酵過的 木樹 是發酵過的 可是可能這裡面是不是還有什麼 會造成它出血的一些故事 還不知道 1939年的時候 才發現 有在打群馬肉 這個東西 剛剛講過它的話 大摔期比較長 所以 那時候也沒辦法應用到臨場 後來 1948年的時候 就合成 一個藥叫挖法隆 挖法隆 各位 人們聽過 人比較沒有 老鼠藥有沒有聽過 老鼠藥就來牛挖法隆 那我看挖法隆是怎麼來的 它是 威斯康星下午基金會 或是康星 Research Foundation 老鼠藥 R M F 跟這些字尾 好像把它聽過 那 老鼠的話 老鼠要 比較老一代的老鼠就 就還有挖法 吃的時候 老鼠就會九孔流血死掉 大陸地區 比較內陸的地方 有些人是公用金 金水 那 有些人 比較沒兩天 就把老鼠藥丟在金水裡面 吃的時候 人就這樣 一樣出血 出血 所以 各位如果有注意到 那 所以的話 發法隆一開始 要用人體的時候 一開始 不太好 沒辦法用 為什麼 因為技藥 很難 那這樣 好 這一張的話 這要有幾個重點 要記起來 再考試一考 我們剛才前面講過 發法隆它的最後基準 跟什麼 有關 跟維他命有關 對不對 維他命K 沒有 到什麼作用 促進靈血的反應 可是 化法隆 跟維他命K 才能夠解抗的作用 那我們看看 為什麼 化法隆 跟維他命K 才能解抗 跟維他命K 跟維他命K 事成 它的作用 幫我顛倒 看一下 Posa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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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幾靈血因子 這是第二靈血因子 它是群去物 經過 Copalbin 這個鎂 的話 會準備了 活動病 所以這個反應叫什麼 反應 Copal Copalbin 這個要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了解一下 因為有時候考試會提到 好 那我們看我們體內 我們體內的維他命K 在氧化狀態的維他命K 的話 請稱為維他命K 經過我們體內這個鎂 維他命K 蠔細 維他命K 還有 維他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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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鎂 會把整變為什麼 reduce 這個還原型的維他命K 請稱為維他命K H2 好 那我們看前面講過 維他命K 跟第幾靈血因子有關 所以 他抑制了這個鎂 抑制了這些 還原型維他命K 的產生 所以的話 跟這些鎂子都有關係 它產生了抗維血的作用 抗維血的作用 那化化鈴其實 我們現在在臨床上都講 他是一個腰 其實 嚴格的講 他可以再細分 一個R是右旋 S是左旋的物質 那 這邊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的追蹤基準 跟CYP279有關 CYP 還記得嗎 還是已經忘掉了 還是已經忘掉了 應該一開始老是有笑笑 CYP 它全名叫什麼 Cytone Crohn P450 簡稱為CYP450 再簡稱一點叫CYP 對不對 那 CYP450裡面最多的是這種 3A4 那可是CYP279 雖然是比較少 藥物經過這個代謝 可是如果經過CYP279代謝 是很重要 像瓦法鈴 就只要經過CYP279代謝 所以等一下講 瓦法鈴的代謝 它的交互作用的時候 我們要用點時間來介紹 好 那我把這個重點講一下 瓦法鈴 它的作用跟怎麼樣 它是更為 它經抑制的這些免 抑制的時候產生 跟維他命K的產生 所以的話 它的作用器轉跟維他命K 剛好是顛倒 因為它抑制 這個 還原型的維他命K的產生 然後它這個叫 那個 高巴卡洋 第三個 它的作用跟什麼 第幾凝血因子有關 2790 所以這張的重點 有這三個 一個 高巴卡洋 第二個 它的作用器轉跟維他命K 產生抑制的作用 第三個 它跟2790的凝血因子有關 好,那時候考試會考 使用Wafin的時候要監測抽血 要抽血,在醫院的時候都要抽血 抽什麼? PT PT或者是INR 這兩個都可以 我們看這張怎麼來的 理論上要講INR比較正確 可是PT也可以 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IANA的名字叫International Normalization 它叫國際標準化的比值 那怎麼來的? 從PT來 PT是什麼? For so in time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因為IANA是從PT抽血之後 我們抽那個For so in time 它就會換算 電腦自動都會換算成INR 所以 考試的時候問你說 使用Wafin的時候要監測什麼? 抽血要抽什麼? PT也可以 INR也可以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了解就好 這個臨床上很重要 你們 我們常常講說 因為我們飲食要變動一下 不要固定 可是吃Wafin裡 都不一樣 為什麼? 不能變動太大 因為你變動太大 吃了太多那個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蔬菜裡面還有什麼? 維他命V 所以它產生解散 所以 可能育黃血栓 育黃血栓效果不好 會不會產生血栓的作用 或者夏天的時候 多吃個芒果 心臟跟醫生都講 就會病人產生什麼? 出血反應 所以 是Wafin的人 藥物的人 他的飲食不能變動太大 那這個藥的不要 核的不要用 不行 很多藥如果說有不好反應 那就不要用 可以替代 就不要用 那這個藥物 你轉得上 雖然現在 等一下會來講到新藥物出來 可是藥物在隱藏上也常常用 往上化 你在隱藏上的話 剛剛講過我們要監測什麼 INR對不對 那有沒有看到 它控制的範圍很少 2.5到3.5 那就是要看情況 像說你今天要換一個心臟範圍 那老年人 他要換的話 用牛或豬的 那可能的餐 控制到2到3就好 可是今天是個年輕人 他換了一個機械性的人工辦公 他 要高一點 他不要 rides 2可以 relatively absorber 設計 平常的時候才需要 那這一張要了解 它這邊都已經活越來越快 稍微了解一下 夭嬌都用我們很少講 那這個會不會考 怎麼考我們講一下 旁邊大家有沒有看過 老師討過 抗群力不整的腰 它裡面還有點椅子 犯摔期是最早 還記得嗎 已經黃鐵紋了 為什麼要講這個腰 這個腰一定要記起 那種 在醫院的時候 我在醫院21年 醫生常常會講 抗群力跟腰病肉的時候 病人會產生出血 出血部位如果在胃部 那也還好 不會有生病的危險性 可是如果出血部位在腦部 病人就腦出血 醫院成績就是出血部位就在腦部 所以非常重要 抗群力跟阿密亞大洞 病人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抗群力跟阿密亞大洞 阿密亞大洞會抗群力 抗群力會抗群力的代謝 抗群力的血重量就會增加 抗群力的血重量會增加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哪些腦要特別小心 紅色的部分 是NZ等 包括了什麼 RSPID 有沒有 NZ等 跟萬華靈病用 它的抗群力 火性會增強 病人可能會產生出血的作用 第二個 藍色是什麼東西 Antibiotic 抗生素 抗生素 是不是所謂的抗生素 不是 這邊我們列出來抗生素 大部分的 那粉紅色是什麼東西 Antibag 抗生素 你們學過了沒有 抗生素 抗美菌的藥物 像Ketokonal CORONA ioni 菌 抗美菌 抗菌 腥瘦 菌 太 fat 會 抵制 是MAFALIN的代謝 讓MAFALIN的抗瘀血作用會增加 一年有可能會產生出血 左邊會增加抗瘀血反應 右邊的話是減少抗瘀血作用 所以這邊講到 當使用MAFALIN過量產生出血的時候 可以用維他命K當作解毒劑或是反轉劑 跑吃的時候會跑 另外還要特別記起來 這個兩個都要記起來 WENO BABYTA 是哪一類的藥物 BABYTULET BABYTULET的藥物 政經人的藥物有沒有收過 還有REFALIN 哪一類藥物 治療慧絕的藥物 這兩個藥物記起來 等下有題目給各位看 好不好 跟中草藥有沒有交互作用 也有交互作用 這是我整理在藥學雜誌的 那我這幾個藥物 例子叫當歸 銀性這些的話 可以為大家 可以為大家 麻煩你抗民主的作用 好 那我們看一下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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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先講到它的解毒劑 荒體豆 荒體豆 是早期用的名詞 現在奇怪用什麼環轉劑 因為解毒劑好像是中毒 環轉劑 它 它 它的解毒性是Vitamin K Hepalin的解毒劑是什麼 Potamin 它具體不一樣 那Hepalin 它常見的一個副作用是血小板的滴下 Hepalin Induce 雙波甩的天秤 雙波甩的天秤 那它的 就記著 我們等一下 後面再來比較 跟那個 低分子量的乾酥 一起來介紹 好不好 好 那 低分子量的乾酥的話 我們簡單講 剛才前面講過 Hepalin 要簽證什麼 JPTT 那低分子量的乾酥的話 那分子量已經比乾酥小很多 半塞取比較長 所以使用比較方便 而且不需要 就不需要簽證 BTT 更方便 就像記者一樣 我們下一張同時來介紹 好 這張看一下 這個 你們考試都曾經考過 好 那我們上面看一下 上面的這個是Hepalin Hep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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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瘋化的乾酥 它分子量比較大 下面的是什麼 NO 我們的科衛人的Hepalin 分子量比較小 低分子量的乾酥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 當這兩個 它產生 它產生 大王的產生 產生年血緩孕 需要什麼物質 Hep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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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一樣 可以要這個物質來幫助參與緩孕 才可以幫助這個年血緩孕的進行 好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 它對第十年血因子有作用 第十年血因子我們剛才講過 內在路徑外在路徑都跑 後來要跑到第幾 第十 好 那這個Hepalin除了第十以外 對熟病第十幾 這第二 也會有作用 對熟病 那低分子量跟暗數一樣 用Hepalin除了參與 可是它的分子量比較小 所以它只能夠最後在第十年血因子 最後在第十 它可不可以最後在第二 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分子量比較小 所以這個 共同點 兩個都要Hepalin除了參與 所以這是全面講到的 這裡 這個都要Hepalin除了参與 它才可以 產生它的抗靈血的作用 所以這是Hepalin除了参與 那正確一點是它3 這個Hepalin 它的抗靈血的反應 就是 因為分子量比較大 比較不容易掌握 那低分子量的乾燥都比較容易去測 所以的話 Hepalin比較容易產生出血 低分子量的乾燥都比較不容易產生 簡單就這樣介紹 好 這個我就跳過去好了 這個我就跳過去好了 好 這段我們簡單來介紹 Hep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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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膚化的乾燥 或者是腸腸的乾燥 要監測 FDD 低分子量的乾燥 就不需要測 要測 要測怎樣 一個要測 FDD 一個不需要 各種逆轉的 藥物的話 就是Hepalin 很簡單介紹到這邊 其他大概 我們就跳過去了 那 Hepalin 這根藥物 這是這幾年 才研究出來的藥物 這個藥物已經有進到台灣 那 現在有些耳朵考試也會考到 所以你要稍微來瞭解一下 簡單的講 它是最樣的地質 地質依取因子 地質依取因子 一樣 這把它知道 它是最終在地質依取因子 那它參與的話 一樣 跟填巴烈 低分子量的關係 要安丁松 來 來集合上去 來加強它 最終在地質依取因子 我信 所以 這段的話 就跟各位來講到 兩個地方要記起來 最終在地質依取因子 第二個 要記住 一樣地質依取因子 來參與 這個 或最終當然就是 因為它 比較 比較不會展現 那個 野花率展現 雪橇板低下的情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剛剛 毛利類子它是個 真劑 真劑 那這邊 看到的 口服藥 第十凝血因子 我們剛剛講到 內在路徑 外在路徑 之後 都跑到的 第十凝血因子 所以 我們剛剛講過 所以 考試問你說 哪些是專用在地質凝血因子 或者是不是地質凝血因子 這個就知道了 然後 這是哪一個 這是 跟 10A的 一字劑 放在這邊 大家知道 可是 你看 好 那剛剛講到是 必死 那現在我們講到 所病 所病是第幾 第2 對不對 那 PALENTROR 就是 靜脈註射的意思 ENTROR 是腸道 非菌腸道 就是註射的意思 你認定 水滋素 然後 GAR-TOPEN NRGAR-CHAN 這些是真劑 那HOLO 有什麼 LABGAR-CHAN SIMEGAR-CHAN 所以 注意到 有GAR-CHAN 或者 有些是用GAR-CHAN 就知道它是作用在第幾 第二 GAR-CHAN GAR-CHAN 是作用在第幾 第十 好 所以GAR-CHAN 水滋素 然後 它是基因重組 基因重組 怪 好 這我就跳過去了 你各位看個影片 東南亞國家 跟歐洲國家 他們用水滋來治療 有些 你會看到第一個影片 在東南亞國家 會覺得很噁心 網上跟歐洲 你會覺得很任性 網上跟歐洲 你會覺得很任性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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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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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 t heal in leaches? you cannot heal aids not because they will not kill the virus they will kill the virus but because aids spreads and in this situation you would have to put maybe 10 000 of them which is technically undoable inside there's this whole the whole chopping it's there are like three sets of jaws at a very high pressure it will push in on saliva that saliva will go inside the body it will travel through and then after 10-15 minutes it will start sucking back when you when you keep over 15 minutes the leech will develop sort of channel inside and and here and your um the liquid after which we'll be using for a few hours out which is good for you because it will bind toxins from that area and it will discharge them through the hole as they jump through they go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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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your three-partic liquid that's coming out and that's what's from the hole pushing and sucking on the other side it's the oh wow it's the uh okay 好 把這張講完這兩張講完我們再先下課一下 好那我們再總結一下就是看以後 那講到挖法磷它是最早被研發出來的口服藥 可是你早上限制比較多 跟很多藥物從早藥時會早上交過作用 所以這幾年的話新的藥物都研發出來的 所以你們看到SAPEN的話 那 市委有SAPEN就知道它是最用在第十年級的名字 像說 REVOROSAPEN ARP SAPEN ENDOSAPEN 像說REVOROSAPEN 這音樂都有在用 那 SAPENGARCHEN它是一樣 它是一個恐怖的抗瘍血劑 所以你會看到SAPEN是第十 GARCHEN是第幾 第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挖法磷它的作用激轉是跟VTK 產生解抗的作用 有沒有 SAPEN就在第十 RB SAPEN都在第十 GARCHEN都在重病 就是第幾 第二 對不對 WAHARIN很長 我們看比較重要的 WAHARIN要監測 INR 這三個要不要 不要 WAHARIN的結晶是什麼 VITAMIN K 這三個早期有沒有結晶劑 沒有 而這個其中一個腰已經有結晶劑 我沒有把它列出來 好 好 那我們先 按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個 五到十分鐘再回來 好 好 能否我 換句 我們可以 我沒有 我們可能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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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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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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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